首先你會發現市面上 哇塞 好多種鍵盤啊 從1000到6000都有 那它們到底差在哪邊 歡迎來到Enterbox 今天我們要介紹的是鍵盤 那在影片開始之前邀請你訂閱Enterbox 喜歡我的影片也請幫我多分享按讚喔 好的 電腦你有了 但還是輸要怎麼辦 換個機械鍵盤試試看吧 鍵盤依據軸體分為三大類 第一種是常見的薄模式 例如筆電鍵盤、百元鍵盤 第二種是有段落的機械軸 例如青軸、茶軸 第三種則是無段落的機械軸 例如紅軸、銀軸、黑軸 那什麼是軸體 簡單來說就是你鍵盤上 那些ABC啪啪啪底下的機械開關 而在上方的則是鍵帽 鍵帽就類似這些軸體的帽子 上面會標示英文或者註音 回歸軸體 不同軸體也有著不同的手感 而機械鍵盤相較於薄模式 最大的優勢也在這 可以讓你享有打鍵盤時 更細膩、更有力的回饋 而Hack先來講講各種軸體的區別 首先是通常最便宜的薄模式 那這種鍵盤就是所謂的百元鍵盤 也就是最一般的鍵盤 但也有很貴的 像是蘋果出的鍵盤就是這種 特色是回饋比較軟 相較於機械式打起來沒有那麼爽快 但對於一般人來說也是很夠用了 第二種則是有段落的機械式鍵盤 而其中又分為輕軸與茶軸 輕軸長這樣 中間十字區域為青色 打起來會有清脆的聲音 按起來也會有段落感 像是這把微星的GK60 就是採用有段落感的輕軸 而茶軸部分 中間十字區域變成了咖啡色 手感與輕軸差不多 但打起來的聲音就比較不一樣 對於在校住宿或是公司裡的人來說 茶軸是一個比輕軸還要好的選擇 像是你看我用這把櫻桃茶軸的枝琦 Rachel KM570 RGB鍵盤打字 聲音就安靜了一些些 畢竟你的鄰居應該受不了你鍵盤的噪音吧 不過也有許多人比較喜歡直上直下 無段落的手感 那麼紅軸、銀軸、黑軸 這類型的軸體就可以考慮看看 紅軸打起來就像是在敲彈簧 並沒有像輕軸一樣的段落感 聲音也比較小聲 很適合放在宿舍或者辦公室 像這把酷媽的CK350就是採用紅軸 至於黑軸與銀軸則是紅軸的變軸 銀軸的按壓力道更輕更容易觸發 而黑軸則是比紅軸更重 那我們這邊用華碩的 ROG Strix Scope RGB銀軸鍵盤做範例 按起來的手感與紅軸其實差不多 但接上電腦後 你會發覺銀軸比紅軸要早觸發 不需要按到底 那我們再一次將四種軸體做比較 好那麼軸體你了解了 我們可以深入講機械鍵盤了 首先你會發現市面上 哇賽好多種鍵盤啊 從1000到6000都有 那他們到底差在哪邊 英文手邊這四款鍵盤為例 分別是酷媽的CK350 RGB 芝奇的REV9 KM570 RGB 華碩的ROG Strix Scope RGB 還有微星的GK60 那簡單看外表可能覺得好像差不多 但內部軸體主打高CP值的平價鍵盤 Cooler Master CK350 就在軸體方面選擇用比較平價的高特軸體 而價格較高的 芝奇的REV9 KM570 RGB 微星的GK60 還有華碩的ROG Strix Scope 就是採用知名的櫻桃軸 除了軸體之外 鍵盤的設計也會影響到其售價及體驗 例如華碩、芝奇、微星就會在鍵帽上做一些特殊的設計 例如WASD的特殊設計 又或是在軟體上有更多自定義功能 例如芝奇鍵盤上就會有大量實用的功能鍵 而華碩的ROG Strix Scope上就有許多特殊的功能 例如一鍵隱藏四窗及靜音 而這鍵盤上的各零件多寡、品質甚至LOGO都會與它的售價有關係 而軸體部分其實各種軸的單價都差不多 但是畢竟一隻鍵盤上有104顆鍵 差起來就是有一些差距了 而製造商的差異就比較大一些 像是許多品牌都會標示它使用的是櫻桃軸 或者是凱華軸或者是高特軸 櫻桃軸是目前機械軸裡面等級最高的軸體 品質最好、耐用度也最好 但價格自然就比較高 而高特軸、凱華軸 則是從其他廠商仿造櫻桃軸而產生的 價格自然就會低一些 不過實際用起來其實也沒有太大的差異 也因此CK350才能有如此高的CP值 而除了軸體的廠商有區別 這瞎趴的RGB燈也會造成售價差異 而除了軸體、鍵盤本身的外觀工藝設計 也是你可以值得注意的地方 像是較高價的鍵盤 大多會使用金屬做外殼、富有手托 鍵帽也會有著更好的材質 以及它還會有追加的功能鍵 甚至是使用Type-C線材之類的 另外有些鍵盤也削減了數字鍵區域 因此尺寸較小 價格也較便宜 這類鍵盤我們就叫它87鍵鍵盤 雖說價格便宜但如果沒有特殊需求的話 建議還是挑選一般的款式即可 好,那聽到這邊你們可能有一點母煞傻了 那我為你們總結一下 我個人建議如果沒有特殊的信仰 對於機械式鍵盤也是剛入門 其實你可以試試看KUMA CK350 這種入門的機械式鍵盤 有RGB 雖然說不是櫻桃軸 但也很夠用了 如果你的預算更多的話 可以去試試看有很多功能鍵 或者是櫻桃軸的鍵盤 例如芝奇的Refjaws KM570 RGB這類高階鍵盤 那甚至你想要充值品牌信仰 並追求酷炫的外觀 那麼ROG的敗家之眼信仰組 ROG Strix Scope 就是一個很適合你的選擇 或是說你不需要RGB燈 那麼你也可以選擇單色甚至無燈的鍵盤 價格上就會比RGB再稍微便宜一些 例如這把微星的GK60 好以上是我們對於鍵盤選購指南 謝謝你的觀看 我們下次見 掰掰